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跌破眼镜 中国职业运动员就是和这样的美国选手比赛 中俄高铁危险了 乌军导弹可覆盖整个列车站 摩萨德强盗匪夷所思 伊朗和真主党彻底吓傻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8月19号 星期一 视频的结尾会介绍阿波罗网主频道的最新内容 我们每天在主频道和副频道各发表3到4个视频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跌破眼镜 中国职业运动员就是和这样的美国选手比赛 美国在今年巴黎奥运夺得的总奖牌居全球第一 总计拿下126面奖牌 包括40面金牌 44面银牌与42面铜牌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39面奖牌是由名校斯坦福大学一举夺下 不但是全美赢得最多奖牌的大学 甚至还能名列全球第八 只输给7个国家 除了史丹佛大学 美国其他学校也获得亮眼佳绩 哈佛大学拿下13面奖牌刷新该校128年新记录 其中 田径好手汤马斯在女子200公尺决赛 以21秒83摘金 8月17日 李瑶莎在X平台上留言说 中国的职业运动员就是和这样的美国选手在比赛 紫江留言说 丢人现眼的举国体制 Alex Young留言说 College Sports 也算半职业吧 这些人大部分不是靠SET分数进去的 而是靠体育奖学金留在各大学 给学校抹金的 天朝的运动体制目前也渐渐往这个方向靠 部分项目运动员已经换身为各地体育大学学生 在中国 运动员的选材像一个金字塔 一般分为基础 初级 中级和高级选材四个层次 每个层次包括初选 复选 定向 中选 四个阶段 在基础选材时 体校老师进入幼儿园 小学进行选拔 如果你先天和后天条件均较为优秀 就将脱颖而出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一员工家属孙楠 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 当局对国家队运动员的投入巨大 但对民间的投入几乎为零 比如马拉松运动在2004至2014年期间的资金投入挺高的 那几年 中国运动员成绩提高很快 因此 他根本不是体育 而是政治运动 就像当年大链钢铁一样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国的运动员 教练员完全是国家财政供养的 也就是纳税人缴纳的钱堆出来的 刘翔获得金牌之后 当年的统计一块金牌和人民币7个亿 中共政权为什么要不惜代价投入金牌的争夺 就是把金牌作为集权的颜面 高瑜表示 中国普通民众没有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举国体制并不能增强全国人的体制 奥运竟然正向网民说得老爷养得曲曲 惯离养着 败了就如碧驴 中俄高铁危险了 乌军导弹可覆盖整个列车站 俄罗斯高铁公司投入58亿美元 修建了莫斯科弗拉基米尔段 通向喀山线路投入181亿美元 这条欧亚高速通道建成以后 将会成为俄罗斯的百年大计 公众号深度工厂发文说 但是 在乌军打进库尔斯克州以后 乌军已经在弗拉基米尔附近了 如果乌军在库尔斯克站稳阵地 那么这里就将成为乌军导弹前进基地 周围300至600公里范围军基地 交通枢纽 油气管道 弹药库 兵站基地 甚至还有核电站等 将处于乌军精确打击火力覆盖范围内 甚至 莫斯科附近的弗拉基米尔高铁站 将完全在乌军导弹打击范围以内 整个列车站 吊车场 铁路库区等等 全部都在乌军导弹设成覆盖当中 法新社报道 泽连斯基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固 其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阵地 而且还表示 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击退俄军数十次战术反击 再过三个月 又要到东欧严寒的冬季了 在俄罗斯空天军和导弹持续打击下 乌克兰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水力和火力发电厂 乌克兰能源系统已经接近崩溃 现在只有27%的火力发电厂还在运营 其他发电厂都已经遭到俄军导弹严重破坏 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 乌克兰电厂产能大量损失 整个乌克兰生活 工业和商业用电限制将长期存在 由于系统设备改造工程量很大 修复工作将更加困难 乌克兰依靠从欧盟引进电力才勉强维持运作 乌克兰非常清楚 光靠西方援助的少量防空导弹 根本无法完全阻挡俄军对能源系统和电力系统的摧毁性打击 那么 最后的办法就是拥有相同的报复能力 把战线拓展到俄罗斯本土 摩萨德强盗匪夷所思 伊朗和真主党彻底下傻 《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两周前恐怖组织真主党的总参谋长舒卡尔被以色列消灭的细节 其中摩萨德的本事强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真的是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舒卡尔作恶多端 一生都生活在恐惧和阴影里 为了逃过正义的惩罚 他从不跟恐怖组织高层小圈子以外的人联系 开会都是小型会议 偶尔在公开场合露面 也都是几分钟就匆匆离去 他神秘到这样一个地步 以至于黎巴嫩的媒体 在他死后发布的照片都是错的 就是这样一个隐藏到极致的人物 摩萨德准确地知道他住在哪里 什么时候在家 跟谁来往 跟什么人关系密切 没有什么能逃过摩萨德的眼睛 最让人震惊的是 因为考虑到平民伤亡问题 以色列不想炸毁整座居民楼 于是 行动前约一个小时 舒卡尔接到一个他绝对信任的神秘人物的电话 让他从二楼的办公室回到七楼的家里去 舒卡尔乖乖地去了 一个小时以后 以军的导弹准确地攻击了他的家 以及旗下三层 第二天 搜救队在旁边的楼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伊朗和真主党高层现在都如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他们知道 摩萨德已经渗透进了他们最高层 最神秘的圈子 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今天阿波罗主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三人和习核心一样 中共里面强人有谁 李佩霞被双开父亲曾举报女儿 被县委书记强暴 为习近平讲故事 中共这一部门最狠毒 蒙撒钱 贺锦丽端出牛肉一盘又一盘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欢迎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主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主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主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